一个皇帝 富有四海 居然会被饿死 中国历史上 就有这样的奇怪的事情 堪称为千古奇谈了 皇帝天下的钱 都是他一个人 他花都花不完 吃饭别撑着就行 怎么会饿死呢 单单有一位梁武帝 南朝 萧梁政权的那位开国之君 曾经是文武全才 誓之骄子 最后在八十六岁高龄的时候 被饿死 这是人生的悲剧 也是封建皇权的悲剧 梁武帝死后将近一个月 侯景才正式往外发丧 这位造反的叛逆之臣侯景 做好了盘算 他让太子萧刚继位 这就是南梁的那位 简文帝 侯景 那就掌了大权了 这萧刚一继位 先前那位 萧正德不干了 萧正德 就是最早 迎侯景 偷渡长江 攻打健康的那内奸 萧衍那 最早的大儿子 过就过来的 实际他是萧衍的侄子 萧衍对他也不错 但是他偏偏恩将仇报 这家伙不已经当皇帝了吗 这会怎么又改立了 他的堂弟萧刚啊 萧正德跟侯景有约呀 你取天下 我为君啊 这怎么回事啊 侯景食言了呗 一进的城来 都安顿好了 侯景先把这萧正德 废为大司马呀 萧正德 狗急的跳墙 他可不想当大司马 连忙派人往城外送信 他又想揪击他那帮哥们弟兄 侄子们 带兵马 攻打建康 把侯景杀了 这会儿谈何容易啊 现在天下都是侯景的了 建康城里里外外 都是侯景的人 这信送出去 还没走半里地呢 就被人给劫回来了 侯景一看 嘿 好你个废物 废物啊 大皇帝废为大司马 废下来这么一物 可不叫废物吗 你还敢造刺 我拿你就当个活废物吗 你偏偏不好好活着 那不就变成一个死废物吧 死废物啊 侯景早就翻他了 吃里扒外 谁喜欢这样的人呢 派人用绳子 把这老想做皇帝 而做不久长的萧正德 给勒死了 死得其所呀 侯景武将出身 他也喜欢将才 入城之后 他就找那萧雀 萧雀 当年侯景不诬陷 说萧雀骂过他吗 就是第一路大都督 少林王 萧伦的儿子 那么这萧雀 在哪呢 大伙说 他已经逃跑了 追回来 追回来 让这个萧雀 跟着自己 为什么 我总觉得 你乃是万人不敌的勇家 日后 我会让你建立工业 屈居于人下 这萧雀 也只能很委屈的 跟着侯景 但是 尽管侯景 对他不错 萧雀心里边 一直没忘了 自己祖父 那身仇大恨 他的父亲 萧伦 曾经派人 给这儿子送信 你不能在那健康城里待的 你得出来 萧雀 命人回信 简单的几句话 表明了自己的心知 说侯景此贼 杀之 义夫之利儿 干嘛 还用那么多千军万马 我在他身边 我正好宰他呀 我与手刃此贼 亲自动手 未得其变 没机会 往父王 勿以我为念 你就听我的信 甭挂机着了 没多久 侯景带着大伙 亲戚们去打猎 其中就有这位萧雀 萧雀 在侯景身后 假装 张公要射鸟 其实哪是射鸟啊 他要射侯景 这忽然 掉转身子 啪这么一回声 冲着侯景的面门 他一咬牙 嘎吱一声 把这公子拉开了 把侯景吓一跳 怎么了 刚才这家伙在我身后 这怎么窜前面来了 感情后边人太多 启启茶茶 这萧雀怕射不准 这马往前撞 他突然一个犀牛望月 一回声 好嘛 他跟这侯景之间 这空无一物 脸对脸 这看见往哪跑 侯景大吃一惊 啊 想躲 哪来得及啊 想喊 喊不出声啊 太紧张了 真是天不该侯景死啊 这位萧家的勇敢的 有志向的美少年 用劲太大了 他本来一犀牛望月 借这个妖仪赚那劲 想把这公拉得再圆一点 可这什么事都不能过 这公啊 也真不禁拽 咔啪一声 萧雀把这公给拽折了 啊 他大叫一声 侯景放声大笑 啊 啊 一拥而上 萧雀功亏一篑啊 被人乱认分尸啊 就是侯景 不该死萧雀手里 萧雀死在了健康城外 侯景虽然占据了健康 但是 萧梁政权的一些秦王的军队 并没有说打这儿就都服了他 公元549年8月 萧梁政权的西江都督陈霸仙 率领人马加入了秦王的大队 至此 南朝最后一个朝代的开国君王 粉末登场呢 但这会儿陈霸仙 只是重礼之一 还有好些别人呢 主要是萧家本家的 一直拥兵自重 做事健康失守的那位 湘东王萧义 这萧义 是最有罪责的一个 五弟之子 他就在这儿等着 现在一看侯景 已经如其所愿 把他父亲杀了 他还没有下决心讨伐侯景 他知道太子 他哥哥萧刚 这刚刚登基 再等一等吧 可是等不了了 他自己的世子萧芳 被他的侄子 何东王萧玉给杀了 这儿子跟他侄儿打起来 使得他不得不出来过问这事 想躲着都躲不了了 他命手下的精灵太守 王僧辩 就侯景那老乡啊 还有信州刺史抱拳 命两个人 合力攻打乡州的 何东王萧玉 虽然你杀了我的儿子 我并不疼爱的世子 但我也不许让这侄子 过于的张扬招摇 自己家里事弄不清楚 我怎么当皇帝 他出于这个心态 命手下大将打起萧玉 那怎么他对他的儿子 既然是世子 居然会不很喜爱呢 不是他儿子长得不好 是因为生他儿子的 他那媳妇啊 实在让这萧义反感 萧义让萧芳做世子 萧芳不受父宠 跟他的生母有关 他的生母是萧义的正妃 正是夫人 徐氏 这徐氏是南朝刘宋 不有位名臣叫徐孝四吗 是徐家大门庭的孙女 那也是名门闺秀 一般人一说 这名门闺秀 大家女 都长得很漂亮 树香门帝 气质儒雅 端庄大方 恰恰 这在徐家是个例外 乡东王萧义 娶这徐氏夫人 可是一个相当难看的丑女 出于政治婚姻的目的 两家联姻 但也没想到 长成这样 敢迎娶那一天 当天晚上就起了大风了 风有多大呀 把屋子 房梁上一块横木的 给吹下来了 啪唧一下 房好像没塌了 跟着又是下雨 又是下包子 萧姨一看 这还进什么洞房啊 先赶快补房吧 别漏漏 这简直是不祥之兆 敢等到 真把这一切都准备好了 有人去干活 能说让王爷自己补房子吗 这边端盆的 那边擦灰的 这边关窗户 这边关大门的 他进洞房 一进洞房 扒了一条盖头 这么一看 萧姨 好选出去干活去 还不如出去帮着大伙忙活忙活呢 他叫这位徐飞 史书说他 丑 而凶度 四个字里边 有三个字都批评他 一个丑 一个凶 还有一个嫉妒 这就是对这位徐飞的评价 不仅没有大家闺秀的那种气质 史书记载这个人本性 还极其淫荡 萧义两三年 也不乐意见自己的正妻一面 您想他给他生的儿子萧芳 能受待见吗 你别看他不见徐飞 徐飞自己活得挺好 这王妃没事就喝酒 是借酒交仇吗 大概吧 反正只要一见着萧义 见着自己的夫君 他张嘴就吐啊 好几次吐这萧义一身酒 萧义更不乐意搭理他 徐飞的嫉妒劲 凶狠劲就上来了 你不是对我不好吗 我给你点颜色 萧义一看 跟徐飞 俩人不投脾气 他就纳妾吧 左一个妾右一妾怀孕了 只要一怀孕 这徐飞暗中就派人 加以刀刃 给暗杀了 要是这徐飞也够狠的 跟西晋那贾南风皇后 有一拼呢 除此凶狠之外 这位徐飞 还特别爱给了萧义 戴这绿帽子 绿帽子啊 没少在外边找情人 左一个和尚又俩老道的 萧义热气啊 和着我这情敌全出家人 更不搭理的徐飞 徐飞给找了一堆情人 没事 他挨个儿召见 有一位情人 时间长了 跟众人开玩笑 说咱们这位徐飞娘娘啊 嘿 徐娘虽老 由上多情啊 这就是那典故 徐娘半老的由来 就说这萧义的夫人 徐飞虽然丑 但是看不起萧义 这位王爷呢 天生有一只眼视力不好 几乎是瞎了 所以每次知道自己的王爷丈夫以来 徐飞就为半面装以待 画半拉脸就完了 为什么 那半拉脸全画上 那不也浪费吗 你看不见呢 特别萧义气的 好几次高兴来 打着格就出去了 气的呢 徐飞等把丈夫气走之后 就开始跟情人疯狂又会 萧义是恨死这正气的 赶等到现在 自己的世子萧芳 徐飞亲生的 不已经被侄子给杀了吗 他对徐飞就更没有感情了 天天辱骂的徐飞 徐飞也有个烈性劲 一着急跳井自杀了 人都死了 萧义还恨他呢 还施于徐家 送回娘娘去了 表示自己是初妻 过去这个妻子被丈夫修出家门 有妻出之罪 那就是我跟你离婚了 你别站着我这位置 正妻我有别人来重新担当 这样还不解痕 萧义 自己写了一首曲子 叫金娄子啊 令人传唱啊 把自己的前妻徐飞的会行 败坏德行的那些事 那些话 他都张贴出来 史书说牌鱼大阁 写好那挂着 这是中国历史上 丈夫对妻子恶行的第一份大字报吧 现在听说 世子萧芳被杀了 这萧玉更加张狂 您想 侄子跟叔叔公开叫板 这位湘东王萧义 他能不急吗 他心里想是当皇帝 没想到外姓没怎么着 侄子先来劲 所以他联盟调大军 去剿灭这萧玉 这会儿 王僧辩入府求见 什么意思 不是让你带兵去打吗 王将军这是何意 王僧辩表示 我精灵部分人马 还没有集结完毕 能不能再晚几天呢 呸 萧义脾气特别不好 一个是儿子刚死 二一个刚刚写完老婆的罪状 正烦着呢 我让你去打你就打 你怎么老有借口啊 看来你是害怕出征 据看我的命令 你想跟这帮贼人同伙吧 你啊 一着急 咱俩今儿谁也别活了 好嘛 这主人什么脾气啊 挥一剑就砍 王僧辩都没想到 躲得慢了一点 扑了一剑 正砍到王僧辩左腿上 伤身疾骨 好劲再大点 宝剑峰再韧点 把这腿去了 王僧辩 啊呀 大叫一声 昏死过去啊 醒来之后 发现自己已经在监狱里了 这萧义 把王僧辩掐奸入狱 王僧辩的母亲不干了 哭着来见这位王爷 告诉萧义儿子 如何如何忠心 这是真正在为您的胜算 做谋划 人少了白打呀 向东王 萧义一想 自己也是过分点 赐以良药 可这工作别砍好不好 就算在监狱里边 给王僧辩大将军 疗伤了 单胜抱拳 一部分人马 出去打仗 这抱拳也真能打 几番开兵建仗 数败萧玉 把这香东王的侄子打得 就胜跑了 最后包困在长沙 看你还往哪走啊 萧义向自己的弟弟 岳阳王萧查求援 岳阳王 想来个唯唯救赵 告诉自己的兄长 不必招慌 岳阳王萧查 带两万人马 攻打将领 萧义一看 你打我的将领 我这还有人呢 谁呀 监狱里的王僧辩呢 你出去抵挡 王僧辩说用不着 这会儿生气呢 我这腿还没好呢 不过我可以给您出几个主意 聚臣方略 哎呦 萧义一听 甭别人了 就得王将军您来了 不光把王僧辩放出来 简直说是请出来 以之为统军都督 王僧辩走马上任 这商已经差不理了 正赶上天降大雨 消查的军队 在恶劣的天气中连战连败 战局很不利 忽听说自己的叔叔萧义 带着人马 已经偷袭他的老巢 襄阳了 啊 合着 我的家被人端了 这岳阳王连忙 趁着夜色往回逃顿呢 丢了多少粮 损失多少钱 亏开甲兆 战马难以计数了 这一下 他算得罪了自己的叔父萧义了 消查一想 我哥哥就没多少实力 我现在也暴露了 身丹力薄啊 我怎么办呢 我投降吧 投降谁啊 他向西魏 送去了自己的王妃跟世子 做人质 求西魏的大将宇文泰 发兵相助 宇文泰 正等着这机会呢 我什么时候名正言顺 由西向东杀到江汉那一带 创立工业啊 好好好 来者不去都收下 我马上点击人马就去 他先派大将杨忠 都督三京的军士 然后 自己带兵马 直奔梁朝就来了 跟萧义派去的坐镇敬陵 威胁自己的侄子 萧查的那位柳仲理 不期而遇啊 柳仲理 就是那二路大都督 他碰上宇文泰了 梁朝那少林王萧伦一看 自己作为第一路秦盲军的大都统 怎么能看着书指反目啊 六帝萧义跟侄子萧玉 窝里斗斗得这么凶 又生气又难过 写信给劝姐劝姐 告诉六帝息怒 这萧义根本就不听 他指责这萧玉如何如何杀了我的世子 他还带着西魏的兵马进入梁地 都是他给招来的 我一定要把这个侄儿给宰了 萧伦一看 没法劝了 死仇了 见回信而落泪啊 天下之事 一致于斯 向周若败 我亡无日宜 萧伦 算看清楚六帝这野心了 天下的事情到这一步就完了 香周一败 我这侄子萧玉一死 下一个他要杀的就是我 为什么 六帝想称帝 萧伦这会儿 反应很快 的的确确 萧义干掉了自己的侄子萧玉之后 跟着目标就转向了这位少林王萧伦 在公元五百五十年五月 萧义手下的大将王僧辩跟鲍拳攻打长沙 他们先抓住了河南帮萧玉就地斩首 船首将领 萧义亲眼看到自己这个仇人侄子的脑袋 他非常高兴 重重封赏了王僧辩 您看萧家这哥们爷们正在自乡残杀呢 侯景那儿也没闲着 建康城里的侯景调队人马 他手下的兵丁连克吴兴 会计信安等地 进取三吴之地 东魏习取四周 占有了淮河以南的地方 西魏与文太派的大将杨忠 在安路大败了刘仲理 并把他的人马俘获了很多呀 黄河以东这块归了西魏了 此时 萧梁的地盘是越来越小了 恰在关键时刻 那位使兴太守陈霸仙 交捷郡中豪杰 率领几千人 杀出大鱼领 打出旗号 四个大字 这讨伐侯景啊 这一下有一点阵龙发聩的作用 唤起了萧家的精神 六王爷萧义 别提多高兴啊 联邦跟陈霸仙主动联系 陈霸仙也打算 归顺萧义 上表臣服 马上六王爷萧义 封陈霸仙为明威将军 焦州刺史 自此 他手下有两员大将 一个是王僧辩 一个就是这陈霸仙 这二位算碰了头了 恰恰此刻 西魏的大将杨忠 乘胜 一直杀到石头城了 这健康简直是多势之秋 多灾多难之地 这几年这段时间 这个地方就一直在打仗 拿下石头城 接着就被江陵方向推进 湘东王萧义 可把这六王爷吓坏了 萧义一看 赶忙派人 去当人质吧 把自己不大待见的另一个儿子 就萧芳略 送去求和 相约 说梁朝跟你们 就以安禄为戒 谁也别再打谁 永敦牧林吧 咱们做好朋友吧 杨忠一看 西魏现在要想拿掉梁朝 也不是容易事 就这样吧 反正也足吃足喝足带着了 满载而回 这会儿六王爷萧义 责怪自己的侄子萧查 我也没说要灭你 我杀的是你哥哥 萧玉 你怎么把西魏军引来 现在我跟你没完 强敌刚一退 萧家这爷儿几个 要打起来了 他们在城外折腾 建康城里边 那位简文帝萧刚 也够难过 这皇帝怎么这么难过呀 你别看侯景 明义章立他为帝 实际呀 他一点权力没有 而且这侯景 杀伐成性 特别大的 立简文帝萧刚之后 侯景一看 简文帝有一个十四岁的女儿 丽阳公主长得很漂亮 刚十四 算我的正妻 这算对当年那老皇帝的报复 我要娶王谢两家大族之女为妻 你不让 这回 我娶你们本家的女儿 做我的妻子 看你们谁还敢说我侯景 出身卑贱 侯景掌握大权 成了简文帝的姑爷了 但是简文帝 也没有什么安全感 史书说这侯景 对简文帝萧刚的女儿 特别的喜爱 甚爱之 一高兴 他们俩 夫妻是饮酒作乐 把这简文帝也请来 一块在玄武湖南边 有个乐游园 就在那游玩 大会群臣 君臣畅饮 你喝三天三天 那么喝 有一次 这君臣三人 翁婿三人 怎么说都是三妹 喝得正高兴呢 简文帝突然杯从中来 渲然气下 侯景一看 眉毛 皱起来了 今次是 咱们 我就在那边 去 咱以沃 你说 这 不 穿解